胡臭可以彻底根治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黄继辉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皮肤科主人医师 胡臭是可以根治的 只要我们能够认真的去对待这个病 然后把它的卷力和肌力搞清楚了 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是可以根治的 我们做手术要根据它的年龄段来了 有的人说到底我们是多大年轻 有的说病人来了 有个十二三岁十三四岁来说了 能不能做手术 有的大夫会说 他年纪还小还没有发育成 还没有成熟呢 有的说再大一点到了十七八岁做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界限不是很严格的 因为我们从青春期开始 有的现在特别像女孩 她的青春期都已经提前了 有的我们那个年代像七十年代 八十年的孩子可能到了个十二三岁 才来初次月经 而现在的孩子有的到了个十一岁 就来初次月经了 他们那时候就已经出现大汗线的发育了 他们就已经开始的有味道了 有的人就说 有的孩子到十一二岁的味道很大 家长带来的时候就迫切了 我们能不能给孩子做一下 因为影响到孩子在上学 很多同学都不愿意跟他交往 说能不能做 有的大夫说 这孩子还没有发育成熟呢 不能做 做完以后容易复发 所以说好多大夫的各个大夫 他所说的结果啊 什么都不太一样 对我们来说呢 其实我们在十二三岁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给病人做了 做完以后又不说 有没有复发他说 不是的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十二三岁的时候 孩子夜窝的范围 比那个成人的夜窝范围要小 随着年纪增加 他的胳膊呀 身体在不断的在长大 所以我们在定界范围的时候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在十二三岁时可以做的 并不一定非要等到十七八岁二十岁了再做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